这是死亡率最高的合法比赛 赛道的尽头职业就是一个火葬场 因为在这里摩托车要跑出高铁的速度 60公里的赛道平均每300米都有人死过 最惨的是一个叫做邓路普的人 他拿了26个冠军 这是这里的最高记录 但是他们家陆陆续续有4个男人参加比赛 已经有3个人永远离开了 包括他 这个比赛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几乎不设置任何安全防护 路边也没有特别设置缓冲区 就是在普通的街道上旁 街道旁边什么都有 房子车子大树电线杆 整个赛道60公里有200多克弯道 但凡有一个失误了 基本上就是人生最后一次失误了 比赛也没有任何奖金 就连吃喝拉撒住都是自己解决 而且这个比赛可能是唯一一个 观众死亡率也很高的比赛了 因为但凡赛者手出事了 往往就会带走一个旁边的观众 因为这个比赛它也不限制观众 你可以贴脸在路边最近距离看 但是你要不小心被带走了 可没人管你 这个比赛就是大命定定的曼岛TT 它是在英国旁边的一个岛屿上举行 这个岛屿就叫做曼岛 60公里的赛道就是一个环岛公路 曼岛TT这个比赛从1907年清朝就开始举行 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 每年5、6月份举行 下一次比赛还有几个月 到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线上或者直接线下去看